嗯,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自己在以太坊上一键发行代币的这个网站啊 比如说可以一键发行各种功能的代币 有这个固定总量代币 固定总量代币就是说你代币的总数一定 代币的总数是固定的 然后可销毁就是说你有一万 然后你可以销毁五千 这个代币的容量只剩五千的 可蒸发就是说你有一万的代币 然后你可以蒸发到两万三万 然后可暂停的话就是 就是说随时可以暂停 然后有上限 就是说你这个代币的数量 数量有上限 这个多功能就是说以上所有的 包括包含的以上所有的功能 还有一个12C721代币 我们现在这里的话以这个多功能代币为例 因为它包含了这个代币的所有功能 首先写这个代币的名称 这个名称是英文字母 然后这个代币的符号也是英文字母 然后这个小数点小数点的位数 你不知道的就直接填写18 然后供应总量这个也是根据你自己需要 需要多少就填多少 然后这个上限数量就说这个比最多最多能只有多少 然后这个管理员地址就是你打开你的meet mask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当前account1账号1的代币地址 嗯 然后我们当天在以太坊的组网络 我们把它切换到约布斯登网络测试网络 因为没必要在组网上 没没必要在测试的嘛 测试没必要在组网上发行 你真正要用到的话就 真正等要你部署的话就去组网 然后这个就是提交之后我们发现 第一步就是说发行手术费给这个网站 按确定 等待一会儿之后这个就是发行GasPay 部署这个新合约所需要的GasPay 然后我们再确定一下 OK它已经生成成功了 然后这个红字就是你新的代币的地址 你把它复制下来或者记下来 然后以后都会用的 代币的添加和卷帐 然后我们我们下面就把这个代币添加到Mid Mask进行操作 然后就一起卷帐 点击添加代币 然后暂贴上我们刚刚这个新代币的地址 点下一步 然后添加 它这里就显示了这个数量和这个代币符号 App 然后我现在是Account1 我现在是账号1 我想把我账号1卷到账号2上 就转到另外一个账号 切换到账号2 然后账号2也同样的方法添加这个代币 添加上去之后我们发现目前这个代币账号2 它是只有它是有0个的 它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去进负账号2的地址 进账号1 然后点击发送 然后粘贴账号2的地址 然后选择发送什么资产 我们这里就选择刚刚的APP 然后我们要发送多少 发送数量 发送111个 点下一步 确认 然后这里活动可以看它的 看到的状态 它现在已经发送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转到账号2看一下结果 然后会发现有111个APPL 这就是一次完整的转账 转代币的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使用代币的功能 首先进那个 yopestan.isoscan.io 这网站我会写在评论区下 然后输入代币的地址搜索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代币的一些情况 然后它的 它的交易啊 它的代币符号 代币名称 然后还有这个合同 还有它这个合约 它的合约有三个功能 一个是code code是它的原代码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它所有的原代码 然后再次读取口读取合约 要是写合约 写合约就是说 网易合约里面写写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 首先我们连接 连接这个ysoscan 用mitmark 确定 现在连接成功 然后这里就是一些这个 你的代币上的所有函数 所有方法 所有功能就是 我们先先先 先讲一下 讲一些这个蒸发功能吧 mint 看这个第五个mint 然后蒸发就是说 你要蒸发到 蒸发到哪个地址 对方的以太坊地址 然后你要蒸发多少个 你蒸发一个的话 就是一后面18个0 蒸发100个就是一后面 100后面18个0 我们看到账户目前有111个 那我粘贴账户2的地址 然后我要蒸发多少个 点这个加号 选择4的18尺平方 然后他就会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代币 蒸发一个 我再加两个0 蒸发100个吧 然后再点击这个write 嗯 他在他这里提错 提示出错了 提示出错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的账号 看到没有我们的账号是账号2 我们是账号2 账号2 并没有这个蒸发的传线 首先我们得切换到账号1 因为这个合约是账号1部署的 它是管理员 账号1是管理员 首先我们切换到账号1 然后再进行蒸发 然后输入账号2的地址 数量 然后再write 没反应 没反应 没反应的话 我再点一次 再点一次 如果到时候应该会跳出两个确认框 我拒绝一个就可以了 OK 这就可以了 然后点一圈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向向账号2蒸发100个 100个token 我之前点了两次write 所以他跳了两次 拒绝一个 100个代币 我们看一下账号2是不是 APP 是不是增加到211个呢 因为他原来就有111个 现在已经有211个了 那么说这个就是 这个代币的蒸发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功能 他就可以添加 我目前账号1是管理员 他有蒸发的功能 我在 我在添加一个那个 蒸发人 我这里可以添加一个蒸发人 我用管理员 用账号1添加一个蒸发人 把账号2也设置为蒸发人 这样的话 账号2就可以有蒸发的功能了 账号2也可以使用蒸发的功能了 切换到账号1 账号1才有权限 账号1 账号1 用账号1蒸发 添加这个账号2 让他有蒸发的功能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超级结束之后 我们账号2应该也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第五个功能的 就是说蒸发的功能 账号2也可以蒸发的 切换到账号2 切换到账号2 他目前账号2有211个APP 然后他自己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蒸发一个 试试看 地址填写账号2的 点击 然后这里提示没有Gas 因为账号2他没有那个 他没有以太方 我们要卷一点以太方给账号2 这样账号2才能有收取费 我们在账号2 账号1上 卷给账号2 1台帮 1.02个 这样的话 账号2有手续费 有一台帮之后 他就可以 进行蒸发 我们等一会儿 OK 现在已经最新的鱼儿已经更新了 目前是0.2个一台方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现在目前账号2 他有蒸发的传线 然后我们用账号2 给他自己 用账号2 给自己的帖子 蒸发一个托肯 蒸发一个代币 填写好之后点write 然后点确认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具体的交易情况 然后他的状态目前是pending 现在变成设计 现在变成设计 就说变绿了 成功了 这样的话 我这个蒸发动作就 就成功了呀 然后目前呢 看一下账号2的app 是212个 说明我们用账号2 给自己发了一个 蒸发了一个 也是成功了的 蒸发之后代币的总量 也同样的增加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销毁啊 销毁啊 暂停啊 这些都是在测试网上 然后进行部署的 主网上的部署跟测试网的一模一样 然后只需要在midmask把那个网络 改成那个主网就可以了 这一视频到这了 谢谢大家